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是依据孔云达的书 我们看一下经典诗文解释六是历旧凡 污六也 也就是这个字应该是写成从与流生的这个形体 正义说六为沿下水流之处就是雨水躺下来的那个地方 下面接着解释说入门福这是指的是会 而不行这是指的晋灵宫 起而更进三进而急于君之污六 言破于宫之前也 这个时候实际上已经是到了晋灵宫的跟前了 所以晋灵宫已经没有办法再假装看不见他了 没看见他了 那么一见面 晋灵宫这个人也很有意思 马上就自己先说 我知道自己所犯的错误了 我将要改正 这样抢先说话 我们课本著说 他是想把事迹劝见的话 禁见的话挡回去 告诉他你不要再说了 我已经知道自己错在哪了 这所过就是错在什么地方 而这个地方当然也可以直接说 无知我过矣 无知我过矣 我知道我的错误了 过可以做名词 所以下文才说是人谁无过 过表示错误和犯错误 是古代汉语当中经常使用的两个意象 虽然如此 世纪却没有放弃自己的使命 所以继续很郑重其事的向晋灵宫行礼 行骑手之礼 然后回答晋灵宫的话 其实这个对我们仔细体会一下 世纪这个时候并没有对的必要 因为晋灵宫没有提出什么问题来 但是这个地方的对实际上是主动的对 所以风际传 landmark 封灵宫是 shared 所以所住ым的东西最后 committed 没有役牌 forms 分析 这 context дело 然后实际上说 他睡的本事 意思就是什么人都会有错 但是古代汉语当中的这种一文代词表认知 跟现代汉语一文代词表认知的用法不同 现代汉语当中的一文代词表认知 或者表周边性的指称 可以用在非反文句当中 在这里我谁都不认识 我哪儿都没去过 就是在否定句里面 可以用这个一文代词表认知 但是古代汉语当中 这个一文代词如果表认知或周边指的话 只能用在反文句当中 好 这个地方有一个问题 就是人谁无过 能不能说人熟无过呢 能不能说人熟无过 瓦里古汉语词典说谁和熟 如果是用来指人 那么二者是同一词 也就是说是可以互换的 但是呢熟可以指物 而谁永远只能指人 不能够指物 在这一点上 二者又有差异 另外这个熟字可以用于选择问 这个选择问一定是先摆出 两个选择项来 然后再用熟去表选择问 比方说赵崔与赵顿熟贤 赵崔与赵顿熟贤 如果前面没有赵崔与赵顿 A与B这样的两个选择项的话 后面就不能够直接用熟 至于说这个熟字 后来又在选择问上 发展出其他的形式来 比方说大家中学都学过的 无熟与成北虚宫美 就是把这个一个选择项 放到后面去了 无熟与成北虚宫美 这是句式上的变化 但是熟表选择问的功能 并没有变化 好 下面这种选择问 只能用熟 不能用谁 但是到了后代 这种选择问就可以用谁了 那么后代是什么时候呢 后代应该是汉代以后 逐渐的谁也可以用于选择问 读完了这段文字 我想我们对熟和谁的用法的差异 就基本上清楚了 所以人谁无过 既然是指人 那么也可以改换成熟 人熟无过 犯了错误 但是能够改正 那么 善莫大焉 也就是善莫大于此 在各种善当中 没有哪一种善 比这个 比这个过而能改 更好了 更善 所以这个句是善 是一个大主语 表示一个范围 就是善一定有各种各样的善 下面 吴定代词莫 做小主语 表示没有哪一种 下面是记 接着引用诗经大雅里面的话 说 没有不有出的 没有谁 不有出 人们都是要向善的 都有向善之心 都想要 下决心 要做一个好人 但是很少能够有忠 很少人能够有忠 能够嗤之以恒 做到底 其实 谜不有出 先刻有忠 这句话 我们每个人都不妨把它作为 自己的左右鸣 像这样的左右鸣 比这个嗤之以恒 其实对自己的警侧更有效 一个人能够做到最后的结果 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这句话 在左传当中经常被引用 按照诗经这样的说法 像这样说的话 那么 也就意味着能补过的人很少了 为什么显刻有忠呢 就是因为人们很难补过 犯了错误以后 就任其恶性循环 因此 也就背离了自己的出 那么一个人既然都有过 每个人都会犯错误 但是呢 在人生的过程当中 一旦有了错误 及时的纠正 及时的弥补 那么最终还是会有忠 所以这样把前后文联系起来 我们看到诗记的这番话 其实意味深长 现在 讲完了这样比较抽象的道理之后 诗记就热情洋溢的 又去鼓励晋陵宫 晋陵宫前面虽然做的是 完全不合乎军道 但是假如能改过 那么无论是对于晋陵宫自身 还是对于晋国来讲 都是善莫大爷 所以他下面接着讲 您如果是能有忠的话 则子连接的两个小句 那么前面这个小句 往往是表示条件的 这里这个均能有忠 是一个假设条件 假如您能够做到有忠 那么设计之故 这个知字课本著 说是借词 我想大家在中学学习的过程当中 从来没有接受过知识借词的观点 王林先生为什么把这个知字 看作是借词 应该说这是受西方语言的影响 大家知道英语当中的of 就是一个借词 他是把这个就是西方语法当中认为 这个of具有把这个修饰语介绍给中心语的功能 因此叫做借词 那么王林先生认为这个知字实际上也是把修饰语介绍给中心语 但是我们注意到这个地方设设计之故和设计故表达的意思其实是一样的 所以很明显这个知应该是用在主位结构中间 使这个主位结构变成一个指称性结构的这样的虚词 那么这个虚词我们课本上把它叫做连词 很多古汉语许词典把它叫做注词 借词连词注词 名称虽然不同 但是对这个知字的功能的认识并没有什么不同 所以只是个名称问题 王林先生说这个名称不是语法 很多人就是纠缠于这个词究竟应该叫它什么名字 其实这样的研究不是语法研究 没有意义 对于虚词而言 那么我们实在不行高兴了 把它叫做一号虚词二号虚词也无所谓 或者把它叫X虚词Y虚词也没问题 总之我们重要的是要认识它的功能 这个地方我们看一下 为什么要把这个主位结构变成一个指称性的结构呢 因为它处在判断位语的位置上 判断主语是应该是是或者是词 使用来复制前面均能有中这件事情 均能有中这件事情 是设计故 但是这样来解释 有的学者有的学者就不同意 我们知道顾的本意应该是城墙坚丸 很牢固很完整 这叫做顾 论语里面讲到壁这个地方 说壁这个地方专于是故而近于壁 故就是指的壁这个城很修得很牢固很完整 有的学者就认为这个故从城墙坚丸这个意思 引申出名词的保障 因此这个地方的故应该是一个名词 是保障的意思 设计之故 那么意思就是说是国家的保障 把这个故理解成保障的意思 这是静态的一个判断 就是均能有中这件事情 是国家的保障 我们把它理解成是主之位结构 那么这是一个动态的判断 论断 如果君主禁军能够做到有中 那么设计就稳固了 设计就稳固了 这两种解释 其中的要害就是这个故 究竟有没有引申出保障的意思 那么要确定这个故 在左转当中有没有引申出保障的意思 我们就需要全面的去检查 故在左转当中的使用情况 实际上我们把左转当中的故全调出来 仔细分析一番 发现这个故表示保障的意思 是随文示意的结果 是翻译的结果 而且能够翻译成保障的用力是个别的 所以我们还是倾向于把这个故看作是动词 牢固稳固的意思 好 均能有中这件事情 一方面是可以使设计得以稳固 因此不仅仅是群臣赖之 这个知识指代均能有中 整个国家也都依赖均能有中 才能够稳固 引完《诗经大雅》里面的话以后 大家看 诗记马上就结合晋灵宫 来阐释他对诗经大雅 这个谜不由出 仙刻有中的理解 这是左传时期 春秋时期 人们引诗的通常的做法 下面也是如此 《诗经大雅》里面的话 说滚直有缺 为众山福补之 这个滚直有缺 按照课本上的注 是说天子的职位有所缺陋 有缺陋的地方 有缺失的地方 那么周宣王的大臣 众山福 弥补周宣王缺失的地方 这是从诗的角度来理解这句诗 那么也有的学者从字面去理解这句诗 这个缺是指的滚浮缺 滚浮破了 那么这个补 补就是一破之后 把一破之处缝合 这叫做补 所以这个字从一 那么这样完全从字面去解读它 补之就是补冠浮之缺 这当然是一种借贷 在这个语经当中 世人用了借贷的手法 我们课本上说是双关 其实它是一种借贷 就是滚 是天子之福 这个地方是以天子之福来代指天子 我们看一下 这个杜玉的柱 说滚是君之上福 缺是过也 言福滚者有过 则众山府能补之 按照这个杜柱的话 这句话是实指的 也就是说 这个地方滚是代指福滚者 因为滚的后面有直 所以我们看杜玉的柱无疑更准确 沈云诚先生把这句话翻译成是 这个天子之福有残破的地方 那么众山府去缝合他 这就太执着于字面了 滚古本凡 古本凡就是古本切 用古的生母和本的韵母加声调 组成这个滚的读音 最后这个君能补过滚不废 所以课本上说您能补救您的过失 您的滚袍就可以不被废掉了 那么这个地方实际上暗指的是您的天子之位 您的军位就丢不了了 这是课本说是双冠 其实也可以理解成这个滚 用天子之福来代指军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